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一批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酷刑虐待的受害者 目前聚集在北京 向中共当局的喉舌媒体及新闻主管机构问罪 要求他们对否认马三家酷刑的造假报道做出解释 郝威王玉平 梅秋玉等7名马三家劳教所的受害者 日前到北京的中共喉舌新华社与新华网部门抗议 5月3号他们又到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官员出来对证 但是等了一天只有一个职员通过电话告诉他们去找信访局 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郝威表示他们都是从马三家出来的人 亲身经历了里面的一切情况 现在几十人从辽宁纷纷赶过来 就是想对证一下 他们是当事人 也是被马三家女警察用暴力伤害了身体 有的人身上还带着四年前的伤 一组村民下跪哭求官员 而官员背着手站立不屑一顾的照片最近在网上疯传 照片的主角背着手的官员就是河北省石家庄市 平山县古岳镇北野乡的乡长 那么据这个网友爆料呢 当地官员在2001年是以每年900元的积极价 将6000多亩山林出租给了开发商建设旅游风景区 并签订了30年的合同 自此这个景区与村民就经常发生摩擦 近年来景区呢更是以各种旅游强占村民的口粮田和自留山 今年3月份景区人员强拆村民建筑物而引发村民的不满 4月30号双方爆发冲突 力挺村民的村书记和村长被逮捕 事后呢 古岳镇北野乡的乡长前来视察 以前村民就下跪祈求释放被捕人士 但是乡长却鼻孔朝天冷漠一对 5月6号山东省各县市的民办教师近2000人 集中前往省委上访 要求落实关于民办教师的8号文件政策 解决医疗养老的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济南的警察事先得到了消息 半夜就到各地旅馆来搜查 很多民办教师呢被抓 并被遣返回当地 还有民办教师在通往省委的路口 被密密麻麻的防暴警察截住 报道说济南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亲自到场指挥 并且呢出言威胁示威者 据示威者说 有几位民办教师的代表进入省委信访局 面见了有关这个官员 并要求给予明确的答复 但是官员的答复 跟以往一样的敷衍拖延 参与示威的教师就表示 这次行动他们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那么至少将上访三天 不达目的绝不撤离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来